Hello,大家好,我是摄影师陈芳 前阵子我陆续用手机拍了些风景和建筑的照片 其中有些还被选为样片上了手机厂商的发布会 那我自己也还挺开心的 今天我想和大家来简单分享几点关于手机风景摄影的心得和体会 首先,选对拍摄时间 这组外百度桥的照片是在早上5点半到6点半之间拍的 清晨的光线非常柔和,光照角度低,拥有丰富的光影 天空和地面的细节都能同时被很好的记录下来 傍晚也是最佳拍摄时间之一 而且傍晚的冷色调通常可以与城市灯光的暖色调形成色彩上的冷暖对比 很有氛围感 第二,手机超广角 超大的取景范围能让更多的元素入境 更完整地展现建筑和风景的全貌,体现宏伟的气势 增加画面空间感和纵身感 第三,寻找光影 柔和的遭阳给建筑打上一层金色的轮廓光 建筑立体感更强了 地面上还排列着长长的阴影 形成了一种有趣的韵律和节奏感 这张照片是在中午前后拍的 当时阳光强烈光比很大 但与此同时建筑的线条和质感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因此我切换成简约的黑白影调 专注于展现建筑的线条特点以及立体感 第三张是我在共青森林公园拍的 记得当时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 在长椅和地面上形成了斑驳的光影 给我的第一感觉是 坐在那张椅子上应该会非常舒服 于是我马上用手机把当时的感受记录了下来 第四善用道具或前景 以这张在世博会博物馆拍摄的照片为例 现场有几张黑色玻璃台 我把手机竖直贴近玻璃台 就可以拍到镜面对称的视觉效果 这张照片中 如果只拍远处的高楼可能会有点单调 但利用现场的树叶作为前景 并形成框架构图 既能增加画面的景深和层次 又能进一步将观众的注意力 引向画面中央的建筑上 第五 寻找撞色 颜色上的冲突可以增添醒目的对比 快速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第六 变化焦段和景别 一组照片如果都是同一个焦段 难免感觉乏味 因此我通常在拍完广角后 会切换到中长焦段拍些局部或特写 让整组图片内容和构图看起来更加丰富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可以帮到感兴趣的朋友 更好地去记录身边美好的风景 如果你对手机摄影内容感兴趣的话 欢迎点赞或评论告诉我 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再见